大家好,我是Stan 10月10号,男团Seventeen在韩国人川举办的2023天美颁奖典礼拿下了大赏 虽然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祝福 但同时也有部分网友们认为 Seventeen不该拿大赏而引起了热议 甚至也有网友发文表示 当年有结束二代后,开启三代并连续五年获得大赏的Exo 接着是推开Exo连续称霸的PTS 以上的组合都进入金白期 加上红极一师的先定团Won1早已解散 因为没有前面的那些组合 Seventeen才能获得大赏 不是因为能够拿到大赏的成绩 而是因为现在没有竞争对手 真的是非常奇怪的逻辑 这个我最后再说 我们下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真的好神奇 为什么不是女金死获大赏 专辑一位因缘排阳榜前列 以及多方面的活动 这还不够吗 获得因缘第一 就一定要拿大赏吗 主办方应该考虑了各种因素后才决定的吧 因为女金死不仅仅是成功 而是压斗性的成功 不仅一首歌表现出色 是所有的歌曲都表现出色 不光是在国内 在海外也成功了 我觉得如果将唱片销售和姻缘合并在一起 那么Seventeen有充分的资格获大赏 唱片销售今年一直都是第一 姻缘成绩也不错 有什么问题呢 我只写一下事实 今年最火的歌手Nujiens 姻缘加专辑的话Blackpink 出了这两组之后就是Ymnyon 他们三个中获大赏的话 应该没人说什么吧 因为自己喜欢的组合没获大赏 就说这个大赏没意义 真的觉得很好笑 他们长期收到欢迎 是大众们喜爱的组合 或许年纪大的人不知道 很多路人们也喜欢听Seventeen的歌 也看他们的团众 我能理解对于颁奖典礼的批评 但比起批评颁奖典礼 很多留言都是抨击Seventeen 说没人认识他们 是因为运气好而已 还在骂成员们 真的很傻眼 Seventeen为什么是大赏 从农宫只是在饭圈红了不是吗 因缘也没怎么样 说从农宫没大中性有点牵扯 连小学生们也知道这首歌 到底是要到几岁才算是有大中性 你们是指五六十岁吗 首先从农宫发表的那一天 是我刚好回到韩国的第一天 在韩国的两个多月 不管是在餐厅咖啡厅 就连走在街上 就能听到店里播放从农宫 甚至在医院一楼的休息室 也常常能听到这首歌 而且TMA颁奖典礼的收奖基准是 因缘加专辑加评审分数 不是说大赏一定就是要给Seventeen 其他组合没有资格获大赏 只是客观的看成绩的话 Seventeen专辑成绩第一 串流成绩第一 因缘成绩前排 我个人认为 Seventeen是有充分的资格拿大赏的 所以对于Seventeen拿下 TMA颁奖典礼大赏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前Mix出身的吉尼 昨天发表了solo出道专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吉尼发表solo出道曲common后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专辑品质非常好 主打歌是有大中心一听的歌曲 本来没有期待 但持续这样的话 应该会变成因缘强者的 比想象的歌曲还要好听 但是第二张专辑是比较重要的 我是路人 但我觉得Mix的歌曲更好听 这程度的话 留在对内应该更好吧 虽然还要看一阵子才知道 我觉得idol退团后 如果是过着一般人的生活 就会觉得应该是有不适合他 或者是其他理由 但是没过多久 又重新以歌手出道的话 百分之百是出气的人有问题 因为吉尼看起来会成功 所以怎么样都想做成事 因为他闯祸而出去的Kiki 只是希望Mix和吉尼都能走花路 现在在韩网 因为吉尼在收访中说了 退团是因为个人原因 无法详细购置 所以比起对歌曲的留言 有关为什么退团了的留言 占了绝大部分 所以大家觉得吉尼的兴趣怎么样呢